大家好,我是Mira 今天體行劇學學文要和大家講的是 《太陽得口裔》第三集 就是好的男生或者好的男人 就是在尊敬一點的用法 這個文法在前面是一個動詞 然後加了 它的用法就是 說話的人根據自己 聽到或看到的事實 而作出的推測 例如 就是似乎不行了 或者是 就是似乎吃了 如果是好男人 我就不會來這裡 能其實可以解 就是小孩子 或者是家夥 在罵人的時候 經常聽到人家說 就是罵人 就是罵人 但是這裡真的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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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過這裡真的令人想不到 就是真的 就是有出福意料 意想不到 得如其來的意思 就是 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 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 怎麼會 就是這樣的地方 就是這樣的地方 其實有一個 所以它整個意思就是 美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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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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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船 就是用了 這個文法 就是正在做的一些東西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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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有被迷 或被迷住的意思 美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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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美的地方迷住 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這樣 的意思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被迷惑 這個文法呢 其實是非常常用的 它就解釋 曾經試過的意思 如果是你有沒有試過做 就會是 或者是 你有沒有吃過 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你有沒有去過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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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知道的嗎 其實這個文法 都是有推測的意思 但是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它的意思會有點不同 譬如 是 它的意思就是 下午可能會下雨 很擔心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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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還沒聽到的答案 這個文法呢 就是 做完一些事情之後 才發現有某些事情 在這個片段裡面 因為他們正在對話 然後才發現 他沒聽到答案 所以就會是 話說回來 這次是體行的學學文第三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好像是逢星期六日 就會update這個系列的呢 接下來的第四集 我希望都可以在星期六日完成 這個系列是我崖根底做出來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就給個like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